超商提款机前 女子戴着鸭神帽 口罩领钱 似乎还遇到状况 她拿起对讲机 匕首画脚 最后按了半天 总算成功领取新台币 但账户的主人 是又到派出所报案 说被盗领 所以女子拿提款卡到ATM领钱 却领不到她相当紧张 立刻跑到斜对面的 应该分出所报案 说自己的银行存款 被多次提领转账 几乎被领光光 远景收理报案后 发文给银行业者 调出所交易记录 还有影像 清查报案人 遭转账千万多元 是缴缴卡费 9月2号被提领一万五千元 以及多比一两千元提款 但奇怪的是 说是被盗领 但怎么有嫌犯这么好心 帮被害人交卡费 而且远景仔细比对影像 操作ATM的女子 都是同一人 就是报案人本人 警方把她带来询问 领钱的权势你 为什么谎报说被盗领 难道是要骗银行吗 女子当下找不出理由 最后被依照 未指定犯人误告罪 所以送办 新美帝院日前判她 拘役20天 得益科罚金 刑法的误告只有分两种 一种有针对特定对象 一种没有针对特定对象的 前者法定刑事 七年下有期徒刑 后者法定刑事 一年下有期徒刑 报案一定不可以是 明明知道没有涉及犯罪 而去乱告 或者说甚至是 自导自言的情况 明明没被盗领 乱报案 遇遭判拘役 户头没有因此增值 反倒因为益科罚金 千元大抄手了好几十张 三星王云生校长新北报道 三星王云生校长新北报道 三星王云生校长新北报道